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就看 中国现在就说 发展这么多年 中国怎么发展起来呢 信外资 因为你自己的资金不够 那外国把资金投入进来以后 他肯定想办法要盈利 资金它是在滚动的 在动的之间 它才有利润产生 就这么简单的事 所以现在 因为美国呢 现在就说呢 就开始 就说等于是 现在就是1.9万亿美元呢 就是刺激美国的这个经济 所以现在呢 就说它整个就引起了 就是说 世界各国对美国的现在投资 我们就看最早就说这个川普啊 川普当时就是台积电的 台积电就在美国就投资那个芯片厂啊 是吧 所以这次文在寅呢 来了美国以后 是吧 就带动了整个这个韩国 是吧 投资美国的一个热潮 是吧 带动起来 所以它这个大型企业 是吧 包括什么就是这个三星啊 现代呀 SKLG 昨天我们就说LG这公司 对不对 灰色家电 它做的现在真正就是应该是把美国灰 就是灰色家电呢 是吧 我们就说这个家电很 就是不是太高的技术含量的是吧 把美国打的现在都是 怎么说呢 就是属于这个招架 是吧 它就这么大的一个实力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看是吧 资金 是吧 它转移 中国现在想办法就是吸引外资 是吧 如果外资进来 外资进来以后 这个所有的这个企业跟着外资 外资外企进来要带这个资金进来 所以现在真正的中国不是投资的最佳选择 是吧 争先恐后 是吧 都往美国现在就投资 是吧 就因为这次就说这个 美韩首脑会谈 是吧 整个韩国纷纷出台了 对美对美国投资的计划 就BBC 这个BBC不是英国媒体啊 这个BBC是生物电池半导体芯片 和电动汽车的领域 是吧 投资规模 是吧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这个高度 所以呢 这就是真正就是有影响的 就是美国现在这种尖端 就是高端的供应链 韩国要介入 是吧 韩国介入以后 就是等于全球 现在就是高端的供应链 是吧 他就是在这个新的全球供应链中 要发挥作用 三星电子呢 现在就宣布向代工 是吧 就是等于是 就是因为三星啊 跟那个什么台积电一样 都是代工企业吧 对不对 就别人设计好了 完了以后他开始生产 他现在要投资一百七十亿美元 是吧 在什么地方 德克萨斯 奥斯丁 是吧 在这边建厂 所以德克萨斯 美国的德克萨斯 这是共和党的一个大本营啊 对不对 这个地方现在就变成了 电子世界电子之都 是吧 英特尔在那建厂 台积电在那建厂 现在三星也在那砸 要砸一百七十美元 三星呢 就是计划 是吧 在用商用半导体工程中 用最先进的五纳米 是吧 就即死光 我们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现在开始这个生产 是吧 就表现出来半导体竞争的激烈 三星就是韩国不想落后 他们有这个极强的这种 就是说这个竞争啊 他们要就是要在这个真正高端供应链中 他们要参与进来 要发挥主导所 我们看看美国 对不对 美国的汽车业界的预测 当地的电动汽车市场 将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 是吧 我这两天 我昨天我到那个 就是美国这个什么就是那个超市 是吧 威格门呢 就是说等于美国超市排名第一的 是吧 那就是说沃尔玛 是吧 就前十名啊 根本没有沃尔玛 沃尔玛是最便宜货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排名第一的威格门 是吧 还有一个排名第二的 这个豪富 是吧 他们都建立一下最有消费最高的地区 说我到那个地方去买东西啊 我看 哎 什么 韩国的那个三星的电动车 就电动庄啊 因为美国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电动庄 哎 一个三星车电动庄在那充电 是吧 当时就认为这个韩国 它不会这么快啊 但是韩国确确实实 它要抢占美国市场 我们就说你看韩国现代 是吧 现代汽车 因为在中国也有那个在北京合资嘛 对不对 伊兰特啊 什么现代啊 都在北京生产的 是吧 这个真正生产电动车 真正还是就除了这个谁啊 就是马斯克 是吧 不是这个行业出来的人 现在世界竞争电动车厂 就电动车的 都是一些大的传统这个企业 我们在反观 我们就是喜家印 哎 他要怎么怎么叫2025年呢 他要占这个世界什么 就是说这个销售的龙头 你说完全是个空想 对不对 都是一个吹了一个大的炮啊 中国就这么骗人 是吧 所以三星先砸巨资 是吧 他们要在美国发展这个电动车 现代汽车 是吧 现在就是他们现在看到了 他们在美国生产 是吧 就是这个基础上 要投资74亿美元 并在今年秋天开始 在当地销售电动车 现在我都看到 是吧 在电池领域 SK LE LG 跟美国的整车厂 合作生产 是吧 LG这个能源解决方案 现在就跟那个什么 G1 是吧 所以韩国这个现在LG 是吧 LG是吧 它是一个权 也是一个什么就是那个全方位 这个大型的这个企业 韩国的 就是说 它是能源解决方案 它跟谁合作呢 跟美国通用 GM 不是那个什么G1 是GM 所以就说 我们就看啊 这个韩国企业 是吧 就跟 就说等于是文在寅 访美这个契机 韩国现在掀起了 就是一波投资 美国的这高潮 是吧 这个都是大企业出手 三星 是吧 一百七十亿美元 投资这个 投资你干什么 建这个现代化生产 是吧 生产芯片 是干什么呢 主要是代工 现代汽车 是吧 也投资了四十 七十四亿美元 在美国建厂 所以我们就说 昨天我们就讲啊 是吧 讲什么呢 文在寅 这次来美国 他当时就说呢 现在这个韩国啊 就是说他这个整体这个 就是说我们叫那个什么 GTP啊 是吧 他的这个亚洲 是脊足轻重的 除了日本 就是韩国 因为整体啊 就是台湾 因为人口 毕竟两千三百万 韩国是他的上一倍的 这个数量 所以韩国整个就说 他这个整体的工业实力 是吧 GTP 是吧 韩国制造业 大家看得到的 韩国造船 是吧 韩国现在我们就说 这韩国电子 三星 是吧 芯片 另一方面就说 文在寅来美国是干什么呢 是吧 他要把这个韩国 要这个 就是我们叫什么呢 就是 就是生物 生物制药 生物科技 是吧 他想办法要吸引美国 所以呢 这次就说呢 文在寅来 是吧 他是 在美国 他有 他有一个战略课题 是干什么呢 就是这种 生物制品 所以三星的 生物制品的 是吧 这个公司 跟SK的 生物科学 将分别于莫多纳 是吧 诺瓦瓦克斯 是吧 现在已经洽谈 美国的制药公司 以韩国的企业 缔结了 疫苗同盟 是吧 就达到了 这个现在就是文在寅 是吧 访美 是吧 他里面就是 专门有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叫生物 就是生物制品 那方面 他他来的美国 他达到了 对不对 三星的生物制品 跟HK的生命科学 跟美国的 我们就是现在莫多纳 是吧 还有一家 就是说也是这个 生物制品的高科技 是吧 这些个美国制药公司 以韩国企业 现在结盟 是吧 美国有原创技术的美国 和具备生产能力的韩国 是吧 现在就紧紧的合作 这个是韩国下一步的 就是等于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们看到了 韩国这个东西不简单的 是不是 他他为什么就说 韩国现在影响力这么大了 是吧 在中国软实力 什么寒流 是吧 那些电影 是吧 电视剧 现在已经远远超过日本了 以前的日本就说 哎 我们叫什么 就是那个排球女将 对不对 血仪 是吧 当时演那个电影 是吧 你看那中国影响多大 是吧 现在这个韩国 这个软体 就是我们叫软实力 已经超过日本的影响力 你看个近代 我们就说 我们看是不是 这个韩国 那个小鲜肉啊 是吧 在中国大兴起道啊 所以韩国是硬软 是吧 同时兼备 所以文在寅 不管能不能 就是继任这个下议的总统 但是文在寅 是吧 就给这个韩国指明了方向 是吧 韩国的企业到美国来开场 是吧 避免什么呢 如果在韩国是吧 最大的一个什么就是亚洲的生产基地 因为亚洲毕竟就是劳动成本力要远远低于美国呀 对不对 但是面临这个问题啊 你在中国建立一个生产这个基地 是吧 干什么呢 高关税 目前都没有解决 川普打这个关税这个战到现在没有解决 如果韩国把重金投到这个什么就说这个中国 对不对 离中国最近了 他还好管理呀 是吧 生产这个成本低呀 有竞争力呀 如果关税加上去 所以韩国现在醒悟了 我直接把厂开到这个美国来 所以这个呢 现在就是真正韩国现在醒悟这一点 是吧 他们就不想落后 就是尖端的 是吧 就是高端的这个 就是这个供应链 是吧 他们要参与进来 他们要发挥这个 发挥这个影响力 所以韩国在美国投厂 是吧 早期是真正日本 我们知道日本这个汽车制造 现在这个Toyota 丰田呢 世界现在生产制造厂的龙头老大 是日本 是吧 他远远把美国三大汽车 是吧 就是通融 福特 克莱斯勒 远远甩到身后 因为什么呢 他在美国设厂了 我们知道第二就是台湾 就是说那个日本的日系汽车里面 就是本田嘛 对不对 轰打本田 本田真正不是在日本发展起来的 本田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 是吧 本田最早的时候做什么呢 就是那个轻型那个什么摩托车 因为他们有日本人 早期那时候也是移民 移民美国 是吧 也是一个潮 是吧 认为就是说 日本呢 他不管怎么样 各方面要低于美国 对不对 所以真正二战结束以后 很多日本的移民潮 是吧 来到了美国 我们在旧金山 在那个洛杉矶那边都可以发现 就是我们叫唐人街 在就是旧金山那边有日本人的街 日本的群体 你到日本街那边一看 非常整洁 干干净净 那家庭主妇他要有代步工具啊 所以最早就是真正本田 他们就生产那种女人 骑着这个小的摩托车 就轻型的 就现在中国很多像电动车 这么样的 是吧 非常小的 所以这个本田是在美国发起来 最后逐步 是吧 就等于壮大 所以他真正的生产 就说真正根是落在了美国 这样就说 因为就是我们叫那个美日 当时广场协议啊 也是就课税 就是压着日本 对不对 日本就说非常当时吃那亏嘛 所以他们把工厂就建立在美国 所以现在日本 我们就看啊 日本虽然就是我们是日本一个国家 但是日本的真正就是 他已经变成一个世界的国家 是吧 他GDP 他词音来源 好多来源于海湾 所以中国不要幸灾落祸 中国幸灾落祸 台湾大海啸 台湾大 那就是日本大海啸 日本大地震 是吧 把他妈日本的给淹没了 淹没了日本没关系 日本现在重大的企业 现在已经在海外 所以如今韩国也走日本这条路 是吧 把企业建到了这个美国 那你想想带动的是什么呢 带动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次一个大的疫情 是吧 美国看来损失就惨重 这个真正这个惨重的损失 是吧 是一个 就是我们就一个带来一个机会 是吧 代表带来一个机会以后 美国的经济 现在就是 真正就是 下一次就是我们再一个高潮 是吧 美国会出现 所以尖端产业供应链 是吧 中国杂巨资 对不对 十万亿人民币 是吧 生产芯片 美国呢 就因为现在跟这个 看到这个中国这个 对这个世界这个威胁 同时对美国的这种威胁 是吧 所以现在真正高端产业链 是美国跟中国 是吧 现在竞争 从美国主导的供应链 到这个什么 就是生物这方面的 跟电动车 除了韩国 几乎是吧 没有其他国家具有竞争力 你看韩国这个地位 韩国在新的供应链中 具备稳固的地位 是吧 所以韩国现在就是 他亲属自己的地位啊 所以他不是基于 就是说等于是跟美国这个结盟啊 是吧 因为他考虑 是吧 台湾 就是韩国 他考虑 是吧 他利用自己的自身能力 在中国 他又发挥着杠杆 受入 是吧 你你现在你看到 就是我们能看到 是看到这个真正啊 就是真正就是 韩国的总总体的这种 这个 这个战略 是吧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这个韩国利用这个文在寅 这次访美 韩国的这种大型企业 掀起了一个真正在美国投资 这个热潮 是吧 你在美国一投资 当时川普说啊 制造业回到美国 对不对 现在开始陆陆续续啊 川普当时就发起了嘛 陆陆续续 制造业 世界各大这个企业 在美国投资啊 所以韩国强项 我们就说韩国强项 半导体 对不对 就是芯片 但真正的韩国的芯片 是吧 他真正就是他这个地位 是吧 他处于这个顶端里面 是哪一个 这个处于顶端 是哪一个部分 是吧 韩国的半导体 这个产业 是吧 结构 是吧 他就是没有芯片设计 材料 设备生产等半导体生态系统 是吧 他现在是一个缺陷 所以韩国的这个韩国经济新闻 委托了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 对韩国美国中国台湾四个国家 第七的半导体上市公司 这三年的业绩进行了分析跟比较 是不是 2020年是吧 销售超过一万亿韩元的 韩元不值钱 比日本他们那个日元还还差 是吧 日元是一百日元将将金 是吧 一个美元 是吧 韩国是一亿 韩国是一千 是吧 相当于中国五毛钱 是吧 所以真正就是在韩国超过一万亿韩国的企业 是吧 就世界 现在就是他们评估 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美国有23家芯片设计企业 半导体设备厂商及制造公司 台湾有21家 台积电世界最大的一个半导体 这个就是我们叫代工企业 是吧 网友还有这个半导体封装企业 日月光 韩国的企业是吧 电子也就是三星电子海力士 所以调查结果是吧 韩国的企业2020年 就在这个芯片这个利润是吧 他只增长了多少呢 12% 美国是多少是吧 美国远远超过他 所以三星电子跟海力士在全球是吧 他这个芯片他不是那种 我们就说那个 就是我们叫 英特尔是吧 英特尔这个芯片是 英特尔这个芯片是运算的 是吧 那就像人工一个大脑 他们是内存的 所以韩国虽然他就说 这个芯片内存这个芯片 在全球排名第一 第二 第一三星 第二海力士 是吧 但是他这个存储整个半导体 这个市场 他只占了30% 所以就是韩国的现在这个内存 就是散存这个什么 就是储存器 他容易受到全球经济的起伏 所以韩国很难定一个什么 中延期的这个长期投资发展 相关的19年 我们就说这个韩国就是我们 就是这个什么内存呢 就内存这个芯片呢 是吧 整个在全球 他是下降 下降到61% 毛利率 毛利率也是下降 下降到32% 所以呢 就是DM 是吧 就是这个内存 是吧 他是不稳定的 是一个高风险产 即使三星 是吧 真正在全球这个市场 就是说 占据第一 第二位 是吧 但是他们真正这个收 就等于收益率 非常低 韩国的相应 相应的企业数量 也远低于 就是美国 跟韩 就是台湾 因为韩国这个半导体产业结构呢 偏重于就是我们叫内存这方面 是吧 就是等于存储产品 所以韩国政府呢 现在就培育 是吧 整个就是高端的系统的半导体制造产业 但是现在就是他们从19年开始 但是现在看来没有任何的进展 韩国只有一家就是真正芯片设计这个企业 设计公司 领营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只有一家 所以真正半导体设计 全部是控制在美国人手里 所以为什么就是韩国要把这个真正芯片制造 他放到美国来 是吧 就变成美国本土啊 是吧 那三星虽然就是你股东是这个韩国人 但是真是美国企业 是吧 他就贴近了美国 跟这个就是说跟美国的这个芯片制造 设计这个部门 他就完全无缝对接了 所以韩国的智库是吧 就是建议韩国政府 韩国应该治理构建坚固的系统半导体这个生态体系 所以韩国这个什么就是韩国这个大学啊 是吧 就是融合电子这个系统的 他们就是也智库 是吧 政府需要研究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 是吧 大力支持半导体产业 我们说你现在看啊 美国现在就是大力支持这个半导体产业 花巨资 因为美国现在的半导体产业 真的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其他任何国家 无论就是芯片制造 是吧 你完全就是说有32家 韩国只有1家 你看看 数量是吧 而且真正就是尖端 完全控制在美国手里 这样美国都不敢怠慢 美国现在还砸巨资 是吧 现在重点就是说在这个半导体产业 所以他真正世界上64家 是吧 就开始结盟 包括三星 包括台积电 三星是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 但是份额仅有18% 远远低于台积电 台积电56 大家知道这个数据 是吧 将近三倍 是吧 所以你别看一个小小一个台湾 是吧 就是因为台积电 在这个台湾的这个龙头 是吧 带路整个现在台湾岛 是变成一个电子岛 所以台湾现在就韩国 他每年去 就是说等于投巨资 用于研发芯片代工技术 是吧 还是代工 是吧 他不是真正就是说 整个就是什么就创新的 创新在美国人手里头 虽然台积电是吧 真正市场份额56% 但是台积电跟三星一样都是代工 你研制好了 是吧 我来给你生产 所以台现在就说韩国虽然砸这个巨机 他们买这个必要的都是代工的技术 代工的就生产的必要设备 台积电现在砸多少呢 是吧 台积电砸十万 就是十万亿 是吧 韩元 是吧 我们现在不管他 因为他那个韩元那个币值非常低 是吧 不是不值钱 他币值 台积电砸多少 是吧 三星啊砸十万亿 台积电砸三十万亿 是吧 所以就韩兴投资 韩就是三星投资 砸这个巨资 远远只有台积电三分之一 是吧 这个就世界上大家就说 这个企业虽然就说你真正就说已经处于霸主地位 但是你根本就说 这个企业在科技这方面 犹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所以台湾现在就不停的 就说等于是砸这个巨资 保持一个领先地位 所以真正就是新派这个企业 是吧 他们真正进入这个行业 最低的一个价格的话 一百亿美元 是吧 没有一百亿 你不要玩这个芯片 是吧 他们龙头地位 现在就是真正还是 就是砸巨资不停的 就是往前呢 就是要前进呢 要占领这个高端 是吧 要占领这个企业 就是就是这个高端的地位 是吧 世界这个形势 我们就看啊 一个文在寅 访美 是吧 引起了一个台湾这个高科技 这个企业 投资美国 是吧 整个是一个大的 现在就说一个经济的一个非常一个热点 是吧 一个非常就说 大家就说 谁都不敢落后 我们再看反观中国的 是吧 中国现在一切就围绕明年的 就是 二十大 是吧 围绕二十大 围绕的核心 就是习近平能不能那么涨钱 现在中国是吧 我们叫抖音 是吧 抖音现在是中国科技巨头 是吧 创始人张一鸣 现在就是等于辞职了 CEO是吧 现在就是张一鸣 退居二线了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互联网 就是我们叫中国高科技的企业 现在就是从马云开始 是吧 一连串的 这个高科技产业 都离开了 是吧 就这个行业 就是CEO啊 纷纷辞职 是吧 所以马云并没有这种制 是吧 马云继续在中国 是吧 现在面临什么 灭顶之战 马云就是一个警示录 对不对 警示所有的中国 你创新企业 是吧 你们现在就是中共 让你们赚钱养肥了 现在该杀了 所以张一鸣退出了这个CEO 是吧 聪明选 就聪明选择 因为这个张一鸣 张一鸣也非常聪明 张一鸣没有像这个马云这么高调 是吧 马云完全不知了死活 是吧 我们就看了这个石鱼势 对不对 因为这个文在寅 他知道这国际发生这个大事 给这个韩国 如果他就真正就不能当总统 他给韩国留下了政治遗产 对不对 跟美国这边就说 套着就是他这个带头作用 韩国的企业投资在美国 就如同当年的日本 是吧 整个就是说 等于是这个真正就是韩国 他就是这个经济 他有一个非常雄厚的一个基础 是吧 反观中国呢 整个现在中国是一个消极的 是吧 往下 整个往下跌落的 是吧 这一个局面 那你说中国怎么能厉害我的国呢 原创没有 高端这个产业链 没有你这个什么 整整个没有你的份 对不对 54家联盟 没有中国一家企业 是吧 你中国只能走就是过去 我们的低端的产业链 你在那里边混 是吧 你不会真正就是 就是说 跟这个世界 大家完完全全 就是说 整整个你能够 大家同步 所以现在这帮 就是说 现在这个创新的 是吧 中国科技巨头 这些大佬 是吧 纷纷就是说 避免走马云这条路 是吧 被清算 被收为国有 是吧 这是创新的这帮 就是我们叫民企创新家 就创新这些企业家 反映到整个这个中国这个消沉 就是这种真正对这个对中国政府 现在就没有什么 我们大家也没有办法 你跟政府 你能对抗吗 是吧 中共从建权 建政开始就是不停的 是吧 这种打压 是吧 四五年的土地改革的时候 拿那个他妈一杆枪 哎 我就把这个地主跟富农 是吧 批刀不老实 老子毕了你 对不对 白毛女啊 哎 声讨黄世人呐 下班人当兵的气氛 拿着个枪就把他妈当时 那个什么 这个演员 是不是 是吧 把他演员给打了一枪 是吧 气氛的煽动啊 对不对 所以杀地主 杀土豪 是吧 地富反怀又 不论分子镇压 是吧 建政了以后 又开始三反五反 三反五反完了 又开始什么 就是公私合营 是吧 又把城市资本压的 资产没收 一路上 就是说真正共产党 就是那种极权杀 是吧 就是等于恫吓的 就是中国的所有的人 是吧 你不能乱就 你不能乱说乱动 又是我们就说呢 就是怎么说呢 历次的就说 一个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那时候就说 哎 文革的时候又开始 就是干什么 演打 是吧 一个演打莫名其妙 就抓到社会上 那么流氓啊 什么枪奸犯呢 是吧 游街 是吧 游街公审大判 就是公审大会宣判 五花大榜 是吧 完了以后就枪毙 整个把中国人 就完全这个吓住了 是吧 你没办法跟这个极权来抗衡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 这个企业家 是吧 我杀你马云 是吧 张一鸣 是吧 都感到震主 就是你没有力量 跟中共这个极权抗衡 这是真正他们上层这些人 我们普通百姓 我们普通韭菜 是吧 中国为什么现在就是前两天 我们就说 我们就 中国现在流行的 躺平主义 人 光明日报 现在又批判了 对不对 躺平主义 是什么境外敌对势力 又来个境外敌对势力 是吧 我不知道境外敌对势力 谁他们这个 美国什么 这有躺平主义了 是吧 这个就是一篇文章 是吧 这个作者 孙小婷 两年多没工作了 也没觉得哪儿不对 每天只吃两顿饭 是吧 只要有食物 我就有生 我就有这个生命 对不对 每个月花销控制在两百块以内 没钱了 一年也就工作一两个月 日常就是躺在家里 家里躺 外边躺 像咸散的猫狗 一样的躺 是吧 最近的一篇文章 躺平是正义 火了 是吧 面对这位作者 被网友奉为躺平学大师 文中的话 直接是吧 直接戳中了那些感觉 自己被内卷了 这个年轻人 躺平就是我的智慧运动 为什么要给明明毫无意义存在的 要找些亢奋呢 我不需要为任何人做事 我有时会躲在远处 看那些忙忙碌碌的人发笑 这或许以朝气蓬勃积极上进的青年形象背道而驰 人们常说 如果没有梦想 那和咸鱼有什么两的呀 现在很多年轻人却深刻怀疑这点 做条 做条咸鱼 有什么不好 是不是 中国就说 咸鱼翻身啊 就证明说 我翻身了 就咸鱼翻身 做条咸鱼 有什么不好 说 躺着 的确 如今人们能够更加辩证的 辩证的看待社会 跟他人设计各种标准 对什么是成功 怎样的人生 人生算是赢家 有了更加多元的包容的观点 跟广泛的定义 能够理性的看待 甚至排除各种消费主义 成功学 励志 鸡汤 选择自己认为的舒适生活 事实上这种奉行躺平主义的年轻人 并非完全是嫌疑心态 是吧 不同于几年前 在网络出现的葛优塔 是吧 我们就是葛优塔 就说那个什么 不是有一个电视剧吗 对不对 葛优塔 是吧 桑文化 他们中的不少人 仍然对自己的人生意义的看法 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卷入社会系统 是吧 给人们设定好的程序 不想在这个快速而拥挤的过程中 追求传统意义的 是吧 加班 是吧 说我们叫什么 996 是吧 九天工作制 是吧 一工作 是吧 一工作工作六天 这个就是当时马云的 哎 99什么 996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不对 争相恐后啊 是吧 解释了这些年轻人 是吧 辞掉了 就是躺平主义 辞掉了互联网 是吧 辞掉了央企的工作 回到三四线城市 做个普通的 是吧 咖啡店员 做一个外卖的 是吧 一个送货 这意味着对人 个人的时间支配上 他们重新获得了更多的确定性跟主导权 是吧 躺平主义在日本也流行过 日本人下班后不愿意出气社交 宁愿待到家里就是宅男 只买百元物品的种种躺平现象 是吧 所以日本的这个真正的管理学大师 叫大前研一出版过 低欲望的社会 是吧 这个词归结为一个低欲望社会 人口减少 超高龄化 失去上进心 跟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这些人在美国也流行叫简约主义啊 对不对 断舍离 是吧 你能断 是吧 你那个欲望 是吧 跟社会背景都有很大关系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最新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这个显示 中国劳动人口在总人数中 是吧 平均增长率只有0.5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行 是吧 也低于是吧 过去的就是同比增长呢 就是我们叫GTP同比增长百分之18.3 对不对 中国官方公布的 同步什么就是增长消费多少呢 是吧 根本没有达到 人口保持增长市场活力才能提升 生产 需求就能过大 这些数据都显示出中国社会 现在是一个非欲望 低欲望的一个社会 大趋势时 中国还需要 奋斗吗 中国还有奋斗的提升空间吗 所以在网络现在兴起的这种躺平主义 是吧 解释了一个就年轻的心态跟生活状态的一个信号 是吧 对大部分年轻人说 因为他们就说整个上升啊 就是没有办法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看上升的 是吧 好像大家认为就是马云是一个平民 非暴力 是不是 不合作 又是八九 就是又是这个 呃呃 就等于是那个什么 一九年 是吧 就是香港 是吧 就不合作 这种就是全民 就抵抗中共的这种 就是等于是 我们就说那干什么呢 就是那个引渡啊 是吧 香港也是 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党媒 是吧 光明日报就发文 是吧 中国不会容忍这种反抗 党媒带头五毛跟进 中共打起了境外势力 是吧 境外势力 是吧 这个现在就说这个躺平主义是境外势力 是吧 颠覆中国的阴谋 中国的年轻人不想再充当全市者的赚钱工具了 是吧 大家看清了 对不对 韭菜啊 背歌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中共当权者的 是不是 你们全市的 我们是赚钱的工具 不愿意继续过勤勤恳恳 却报仇 是吧 微薄的这种日子 没有办法 对不对 主动降低自己的生活欲望 不买房 不买车 不结婚 不生马 不追求名利 不消费 只是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 最低限度的工作 其一的日子 躺平 躺平主义在年轻圈子 是会逐渐的流行起来 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上的流行词 是吧 很多年轻人得到认同 还有很多的圈子相互讨论 躺平主义的认知 如何分享躺平过得更舒服的经验 互联网上的讨论 许多年轻人对中国的高房价 是吧 生存空间的狭窄 社会资源的分配 极大的不公 感到绝望 他们发现 无论自己怎么努力赚钱 怎么样这个贷款买方 抢号买车 结婚生子 都无法敢让自己有这种幸福感 是吧 原来自己始终都不过是那些真正的钱 看清了啊 看清什么呢 原来自己是那些钱权贵 是吧 这帮人的肉鸡 是吧 盯着你 是吧 我们就说啊 为什么叫肉鸡呢 是吧 你知道中国以前我们叫溜达鸡啊 就是那个野生放养这种啊 那个家里边很多人都在养鸡啊 对不对 那个鸡不能做这个肯德鸡啊 是吧 肯德鸡打到中国市场以后 他马上跟进 他就把他那个鸡种带到中国去 是吧 那种鸡种是快速增长的 是吧 就为了什么呢 我们就要吃你肯德鸡 如果中国那种鸡放养溜达鸡 是吧 他如果扎着肯德鸡 别人咬不动 会塞牙 是吧 所以中国现在这帮年轻人 他们觉悟了 我们就是这种肉鸡 是吧 被塑成 是吧 成为你们中 口中的肯德鸡 而且还不小心 被权贵集团 是吧 被权贵们收割成韭菜 不停的隔 你不停的涨 他不停的隔 躺平主义者发现 正常的努力跟积累 完全没有犯大 抵消这个社会对自己的疯狂消费 疯狂消耗 将来一小孩又要重复自己的恐怖轮回 是吧 这样的所谓个人奋斗 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还意识到 自己越努力 就越为那些权贵有势人磨刀 等着你要杀你 是吧 磨快了刀 割韭菜 是吧 大家认清了 你努力了 你的老板才有更有资源压盆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 既然自己改变不了残酷的布公 那就干脆什么都不做 我也不卷入你这种令人 精疲力尽的现实社会 不愿让 再不愿让自己无价值的人生 被反复的消耗 所以选择了 躺平主义 这个潮流 所以这个潮流 现在这个出现是绷紧了几点 就是已经紧绷的这种社会 是吧 一个极限 现在就说我需要自我放松 有人就是说 不能站着 又不想跪 对吧 我有我的尊严 我不能站着又不想跪 那干脆就躺下吧 既然我拼尽了权力 也没有赢的机会 我干嘛还给你当陪玩 我为什么还当韭菜 让你割呢 所以这种趋势 让大家看得非常看清 躺平主义是中国年轻人 对现实的抗议 也是最无奈的这种反抗 躺平主义 现在变成一个流行 变成一个热点 中国党媒 真正光明日报 5月20号就发明就发文呢 当今的一些年轻人 未复先躺 十分消极 这些躺平族 对经济社会发展 有诸多的不利 是吧 光明日报这个是吧 就是我们叫躺平族 你要珍惜年华 要奋发有为 是吧 躺平族是吧 这青年作为一个群体称 和生活理念正在引发讨论 这是光明日报 一个彭博 就是光明日报 一个大家的一个评论 是吧 就是那个什么微博上 是吧 与拼搏努力争取成功 是吧 然而躺平显然对社会发展 有诸多的不利 当前我国的人口 面临着人口老年化讨战 是吧 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的目标 离不开青年的创造性的贡献 相较于 未复先老 特殊的历史背景 历史的背景 是吧 促成的客观 未复先塔 这一现实的问题 带来的倾向 是吧 我们值得警惕 这是境外 就是这种反动势力 对中国的现在这种入侵 中国的五毛 是吧 立刻在海外 网络社交平台 带风向发帖 宣扬躺平主义 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 要警惕境外势力的打查引牌 影响了广大中国青年自愿加班 现在就是海外这个媒体 现在这些大五毛 他们现在就是真正就是开始发帖 我们看啊 这也是微博的 先行示范区 是吧 搞了个鼓励加班 是吧 宣传片 这边呢 就来了一个广 什么东南亚的老哥 操着广东话 让大家下班后饮茶 感觉这个事背后不简单 是吧 所以我们要警惕 这些境外敌对势力的打查引牌 查引牌这话怎么来的 是吧 这个查引牌就是 东南亚的老哥操着广东话 大家下班饮茶 是不是 我们就说这个国内这个五毛就知道 这个背后不简单呢 我们要警惕起来呀 他们在打这个查引牌 是吧 唐宾主义查引牌怎么来的 是吧 完了以后推测账号 近日就开始发帖 唐宾主义来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中情局CIA 当时他们在这个尼加拉 是吧 尼加拉瓜 空头 是吧 尼加拉瓜自由战士手册 那本手册的内容就是鼓励民众 迟到代工 请便宅 矿工 中国的媒体人 现在就说 在这个德国的一个时事评论家叫长平 是吧 目前在德国之声发文 发表的一篇长文 是吧 讨论中国当下的这个躺平主义潮流 是吧 长平在这个文章中指出 当前中国年轻人流行的躺平主义 其实不同于老一代所说的 思想消极不求上进 他更有主动性的这种选择反抗行动的意义 所以能看出来是年轻人的思想解放 是一种对低水平竞争的现实社会无声的跟无奈的反抗 是吧 所以他就说躺平也是需要制度环境保证才能实现 从硬件上他需要一种社会的福利 是吧 美国可以躺平啊 他有社会的福利保障体制啊 对不对 中国不具备 所以躺下的人不那么容易饿死 这是真正这个西方这个民主社会 是吧 他需要真正的一个法治 让真正的城市官员不能是吧 动不动 欺足低端人口 是吧 还有一个社会对这个真正社会对这种低端的这个尊重 所以中共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是吧 就文章是吧 最后的一个结论 是吧 年轻人就需要躺下来 我们要休息 如果真正产生反抗的社会效果 是吧 或者让当局感到了反抗的意味 是吧 中共现在就是 人就光明日报啊 还有这帮就是网军啊 现在就真正在这个 就是这个境外啊 他们就发动这种 是敌对 是吧 这种势力 躺平文化 是吧 完了以后就是就是我们叫什么饮茶呀 对不对 饮茶牌 这就是境外的这个敌对势力 所以你看啊 真正就是真正你生活在这个西方国家 大家就知道是吧 你真正像这个国外这种真正 他就说哎 就是我现在就是非常干什么低端人口 是吧 他可以啊 在国外他可以这种消敌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美国 就很多这个美国这次一个大的疫情 是吧 完了以后美国政府 就是真正对这个失业人 就是每个月一个人 一周给三百美金 那说一 就说你想一个月就是四四周吗 是吧 他不工作 他可以拿一千二美金 是吧 美国社会他可以做得到啊 中国这么大的疫情 我不知道中国这个政府 发给这个真正武汉那些个 没有充气工作人发钱了没有呢 美国可以做到 是吧 所以美国很多政策养老 养懒人 是吧 美国的低端人口 跟中国这个低端人口 完全是天壤之别 是吧 美国可以躺平 是吧 所以我们前一段说 哦 美国 就是我们群里说了 美国居然就说 因为食品能力饿死 是吧 那是完全的根本就没来过美国 是中国的大外宣 是吧 美国最幸福的两种人 我一直在这个群里讲 美国最幸福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这个比尔盖茨 是不是 完了以后就是巴菲特 是吧 这是老一代的 是吧 马斯克不属于幸福一群 因为马斯克不停的在创新 所以美国最幸福的 就是让他妈比尔盖茨 这个 就是那个巴菲特 还有一个人群 就是真正的低端人口 他们根本躺平 他们就根本不要担心自己被饿死 因为美国这个社会 我们现在有这个慈善机构 有这个教会 有人权这个团体 有慈善人士 是吧 还有真正就是我们就说这个 就是这个谁啊 就说那个微软的 对不对 是吧 他们这个慈善团体 你想饿死都不容易 这是中国真正就是中国人跟我说的话 丁丽啊 真的你在美国你饿死都不容易 是吧 为什么呢 这么多慈善官体会关注你 是吧 你缺东西吃吗 哎 我去给你送东西 美国是一个这样社会 所以美国社会真正就是 最幸福的就是这个比尔盖茨 对不对 最幸福的就这本不工作人 他们有这个条件 可以就变成躺平主义 中国不具备 没人管你生死 是吧 你低端人口 我给你驱逐出这个大都市 是吧 你现在就说 我们就算另一个话题 就说 我为什么说这个真正就是享受啊 大家享受这个比尔盖茨的 是吧 因为我也不想谈他这个离婚问题 好像有些八卦 对不对 中国人最感性是什么呢 哎 男女是吧 绯闻 是吧 我们就看到 是吧 我们叫生殖器 对不对 哎 中国最感性这个事 大家嘉义乐小 对不对 哎 你洋岚短裙在啊 找钥匙啊 就这类的话 是吧 离婚也面临这个问题 离婚 我们能不能说清楚 这个比尔盖茨跟他老婆 为什么离婚呢 说不清 对不对 因为他们这么高的这帮人 他们是真正对这个媒体这方面是严加封锁 是吧 真正就是真正这个比尔盖茨离婚并不是今天发生事 2019年他的老婆已经开始就是进行离婚 为什么呢 当时这个比尔盖茨就陷入了我们就说 美国的这个什么就是那个上吊自杀的就恋童屁啊 对不对 他是跟在里面跟跟这个克林顿都陷入了这里面去了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真正离婚这个因素并不简单 是吧 如果就比尔盖茨是吧 陷入这个这个恋童屁里面 是吧 他就是极极端的享受啊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说美国就是说真正就幸福的人群就是比尔盖茨 是不是 还有一个他可以买一个岛 对不对 哎 他可以就是与世隔绝那种 叫世外桃源 是吧 中国都是我们就说世外桃源的与世无争啊 你能做到吗 比尔盖茨能做到 对不对 所以他是最幸福的人群 他是美国这边躺平主义的 是吧 这帮人他可以做到 他可以与世无争 他可以不出席工作 他可以拿最低的美国这个真正的就说 我们就说 最低的是吧 就低困补助 所以当初我在这个南卡生活的时候 那黑人就生小孩 黑人就是你不能你骂他爹没关系 你不能骂他妈 所以黑人这个家庭是以母系社会 我们就说原始社会是母系社会 黑人的社会还是母系社会 爹不知道是谁 诶这里边这个女的不停的生孩子 生他妈四个五个 一个人补贴多少钱呢 那就是六百块 美金呢 一个孩子补贴六百 是吧 五个孩子三千呢 他住房福利房啊 基本不花钱呢 食品是国家给补贴呀 对不对 你想他真正比所有上班人 他生活他都享受啊 这个就是美国躺平主义 中国不具备 是吧 年轻人你一定要想象 想想自己虽然你对社会是个抗争 但是中国没有这个躺平主义生存空间 好吧 今天先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